几个时辰之后,蓝锡尘察觉到外面有动静,迅速来到那处空旷之地,果然没多久,一个明显是飞禽的长相,有些奇怪的禽泪停在了山洞外的空地上。 原本站在山洞外,扑扇着翅膀的飞禽,突然间闻到了陌生的气息,瞬间身上的羽毛都树立起来,一双比拳头还要大的树桶瞬间变得更加深邃。 呀,在看到蓝锡尘这个不速之客之后,飞禽尖叫一声想要扑向对方,尖锐的爪子直接向着蓝锡尘袭来,抱歉,突然出现在此打扰到您。 锡尘在这里给您赔个不适,蓝锡尘一边躲避飞禽的攻击,一边试图解释。 恼怒的飞禽好像听不懂蓝锡尘的话语般,攻势并没有减弱,反而有愈加凶狠的趋势。 面对如历刃般的奸找,蓝锡尘因为自己是理亏的一方,即使不是他自己的本意,但是他擅自闯入这飞禽的领地是明摆的事实,他只好尽量躲避而不主动出击。 一人一琴打斗了不知多久,最终飞禽的攻势由刚开始的猛烈变得柔和,最终停止攻击。 而终于得到喘息的蓝锡尘则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琴泪摇身一变,变为一个粗狂的汉子。 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何从未见过你?在下姑苏兰是蓝锡尘,冒昧闯入,还望阁下见谅。 之后蓝锡尘说了自己是一进入秘境内围就出现在了这里,而且好似下不去了。 什么?你们是新进入秘境的修者。 飞云,也就是刚刚变成人的飞琴,听到蓝锡尘的话之后,眼睛睁大声音都提高了不少。 你真的是新来到这里的。 姑苏兰是?没听说过,你来秘境多久了?外面如今是何种状况? 飞云迫不及待地问出了她最想知道的几个问题,随后满眼期待地看着蓝锡尘。 蓝锡尘被眼前这个一瞬间没了丝毫气势的人问得有些发猛。 这个幻境还真是同她以往了解到的幻境有所不同。 以往的幻境都是根据入阵者的内心来编织她内心深处最不愿或者是最害怕的事情。 如今眼前这个从飞禽变为人类的妖泪倒是蓝锡尘不曾想到的。 这边蓝锡尘在幻境里同飞云斗智斗勇, 那边望线二人铜水泉进入废墟之后, 魏无线铜水泉并没有分开, 反而出现在了一片汪洋大海中的小岛上。 小岛并不是很大, 目光所及之处就能看到边缘。 小泉水,这里可太适合你了。 观察了一番没有发现危险, 而且以魏无线如今的经验来看, 这里不似幻境, 这片海洋是真实存在的。 小线线说得不错, 我感觉这里比东海都让我喜欢, 这里的海水以及这里的空气都让我感觉十分亲切, 水泉看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大海, 恨不得跳进去畅游一番, 好在尚存的李志告诉他这里不是他熟悉的东海, 而且他们明明看到的是一处废墟, 为何进来之后就变成了大海呢? 小泉水,目前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 而且这里怨气几乎没有, 反而灵气颇浓, 海里甚至比外面都浓郁, 我们可以试探一番。 短短时间, 魏无线尝试预见飞行, 或者吊动体内的怨气飞离海岛, 可是他发现它虽然可以吊动体内的灵气和怨气, 但是无法飞起来, 脚下似乎有万斤重。 既然无法飞离此处, 那就只能往海里一探究竟了。 那好, 那我先下去看看, 小线线在这里等我。 说完水泉就纵身一跃, 入海的一瞬间, 双腿变成了尾巴, 样貌也随着深度逐渐变成了娇人的模样。 还未来得及同水泉戏说, 对方就不见了踪影, 魏无线只能摇摇头在原地等待。 蓝忘机原本还紧紧地跟着自家道旅, 结果一眨眼的功夫, 魏英桶水泉都不见了。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处丛林, 这里生长的树木比外面的都要高大茂密, 并且有许多种类他都没有见过。 总之这处丛林十分怪异, 蓝忘机面对这样的情况自然十分谨慎。 虽然来秘境之前, 蓝忘机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骤然同魏英分开他还是有些忧心, 他必须尽快找到魏英还有兄长。 仔细试探了一番前面的密林, 蓝我那几个能够感觉到里面充满了危险, 但是四周已无路可走, 他只能横穿丛林, 秘境内围也有时间之分。 当蓝熙晨再一次见到自家弟弟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 秘境的时间与修真界不同, 所有人会在秘境待够十年及修真界三年, 方可出秘境。 蓝忘机在丛林中经历过无数次生死拼杀, 当他终于走出丛林的时候, 浑身上下透着狼狈, 即便如此, 他的眼神中没有露出丝毫或是挫败, 或是不甘等一切负面情绪, 依旧平静无波, 最多也就是对自己如今的仪态有些不满而已。 没过多久他就与蓝熙晨相遇, 蓝熙晨的状态看起来比蓝忘机好了许多, 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身形高大的陌生人。 忘机, 你怎么如此狼狈, 无限呢? 你们分开了。 蓝熙晨因为有着飞云这样熟悉秘境原住民引导, 避开了许多危险。 本来他是要去寻找弟弟们的, 可是飞云却告诉他, 秘境内围前三年基本上是处于隔绝分离状态, 每个进入秘境的人都会被带入一处地方。 人数不限, 他们会在那里进行历练, 其间各地与互不相通, 基本处于断联状态。 正是因为如此, 在蓝熙晨见到蓝忘机后, 飞云自然十分震惊, 按道理来说三年时间还未到, 这些被分隔开的修饰是很难遇到彼此。 一时间, 飞云看向蓝氏兄弟的眼神充满了探究和不解。 兄长, 魏英, 嗯。 见到许久不见的兄长, 蓝忘机紧绷的神经自然松弛下来, 也正是如此, 他再也撑不住倒在了蓝熙晨的怀中。 蓝兄, 你这弟弟怎么样了? 没事吧。 蓝忘机的突然晕倒, 吓了蓝熙晨一跳, 好在云飞提醒, 蓝熙晨才把弟弟抱到了飞云的巢穴。 无事, 只是太累了。 仔细诊断一番, 发现弟弟只是太过于疲劳, 身上虽然也有伤痕, 但是不致命, 这让蓝熙晨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那就好, 那就好。 飞云摸摸跳动的心脏, 松了一口气, 他可不想再经历刚刚的遭遇, 不然他这个家可不够蓝熙晨糟蹋的。 原来蓝熙晨把蓝忘机抱到云飞山洞的石床后, 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对方的身上布满了伤痕, 像是被鞭子抽过一半。 而蓝熙晨在看到弟弟悲伤纵横交错的伤痕后, 仿佛回到了弟弟受了戒鞭的时候。 蓝熙晨曾不止一次地后悔当初没有阻止弟弟受戒鞭, 但是当时他虽然是宗主, 但是在蓝氏的地位并不稳固, 加上那么一小部分人的恶意挑拨, 叔父不得已才会乏忘机乏得那么狠。 满身的伤痕, 加上昏迷不醒, 这让蓝熙晨心中的怒气再也无法压抑。 灵力的威压形成了灵气风暴, 将飞云的山洞搅得破破烂烂, 而飞云也差一点被这不受控制的风暴伤到, 好在蓝熙晨的理智尚存, 发泄了一顿之后又开始悉心为自己的弟弟涂药, 飞云凶, 可知忘机身上的伤痕是如何造成的? 蓝熙晨的眼中是无尽的怒火, 自他回来后, 他的弟弟身上除了穷奇道那一次, 再也没有过伤痕, 如今这些伤痕虽然不像戒鞭一般无法消除, 可是他还是心疼, 而且那些伤痕有些深可见骨, 这可触达蓝熙晨的密临了。 嗯, 从蓝熙弟弟身上的伤痕来看, 应是受到了那些嗜血又危险的脚疼, 或是那些曾经的竖腰的攻击, 不过我们这里很多地界都有他们的存在, 所以很难判断你的弟弟在哪里受的伤。 无法得知罪魁祸首, 蓝熙晨纵有不甘, 也只好安心照顾蓝旺鸡, 好在飞云知道不少草药, 而且这些草药的效果极好, 没过几天, 蓝旺鸡身上的伤痕就愈合了, 想必用不了多久带到疤痕退去, 那些伤痕也会随之消失。 旺鸡,今日感觉如何? 被自家兄长强制躺着休息了几日后, 蓝旺鸡终于得到准许, 可以下床走动。 面对仿佛照看雌娃娃般的兄长, 蓝旺鸡难得地叹了几口气, 无视, 兄长, 旺鸡感觉好多了。 切不可大意, 一定要将身子养好, 否则见了无限兄长, 该如何交代。 蓝旗鸡自逝知道, 用谁能够让自家弟弟乖乖听话, 虽然心里酸溜溜的, 但是可以震慑住弟弟就好。 对了, 忘记, 你到底是在何处受如此重的伤? 一处丛林, 里面藤旺和树母都极为厉害。 虽然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蓝旗鸡也大概知道了弟弟的遭遇, 飞云兄, 你可知秘境内有何处存在杀伤力极强, 嗜血的丛林。 秘境中这样的地方有几处, 都符合蓝兄的描述, 我也无法断定你弟弟是从哪里出来的。 罢了, 只要忘记无视就好。 兄长, 魏英, 忘记, 秘境内围都有考验, 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会在三年后传送到中心。 期间各自接受考验的修饰, 基本上不会相遇。 蓝旗鸡把从飞云这里知道的关于秘境的一切都告诉了弟弟。 言外之意是, 他们就算出去寻找, 也无法找到魏无羡他们, 他们能做的只能等待。